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AI技术学汤 那么就在前不久 Matter公司赶在这个OpenAI正式揭晓前 Sora项目之前呢 抢先发布了一款AI视频生成模型 那么这款Morphic Gen它的功能强大 Sora所拥有的功能它都具备 而且还能做到更多 那Morphic Gen它能够直接创建出各种宽高笔的一个高清长视频 只需要一句提示就可以得到一个高清的视频 并且它支持一个1080P的一个分辨率 它的一个时长可以达到16秒 并且每秒能生成16帧的一个画面 但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Sora没有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它不仅能生成一个逼真的一个电影场景 还能对现有的图片或者影响进行修改 比如说替换或者修改视频中的一个对象背景等 那你只需要给它一个简单的文本提示 那它就能帮你生成一个全新的电影片段 这里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说你输入一句 再给大家翻译一下 将灯笼变成一个翱翔在空中的气泡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灯笼变成了气泡 那它就能帮你替换你视频中的一个灯笼 让透明的泡泡飞向空中 并且这些泡泡还能正确的反射背景的一个环境 细节呢也是处理的非常的到位 那么这里呢又比如说你输入一个女孩呢 手里拿着风筝跑过海滩 她穿着牛仔短裤和黄色的T恤阳光明媚 那么可以看到深层的视频效果 仿佛是我们可以看到真人拍摄的场景一模一样 非常的流畅看一下整个整个视频的一个场景 那如果说你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士的话 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是AI生成的 是不是非常的惊讶 那么今天的AI技术呢 它就能打到这么强的一个效果 那这里还有如果说你输入一只红脸白毛的猴子 正在天然温泉中沐浴 猴子在水中玩耍 前面有一艘微型帆船 船是木头制成的 有白色的帆和一个小舵 温泉周围呢 环绕着郁郁冲冲的绿色植物 有岩石 有树木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场景 它生成的效果 这个猴子是白色的毛 红色的脸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个温泉 还在冒烟 它的前面呢有一个帆船 那么这个船还是木头制作的 包括这个猴子 它的一个表情身上的毛发呢 都是栩栩如生 简直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 在不经意当中 你看到这样一个视频 你很难想象 它是由AI生成出来的 那这里呢 它把这个描述里面呢 所有的细节全部都已经 做成了一个视频 那除此之外 这个猴子剑呢 它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那就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 根据用户上传的照片 让用户变成AI电影中的主角 如果说以后 你想把电影中的主角都换掉 那么这个呢 就非常非常的容易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里面的电影中的一个女主角 那这里是上传了一张图片 这个女主角的本人的一个照片 可以看一下啊 整个脸全部换成了这个 脸呢 是自己的脸 但场景呢 是一个电影里面的一个场景 我们看一下下个 那这里这个 这个女孩呢 是这样子上传照片之后呢 变成了一个另外的场景 还有这个也是一样 再看一下下一个 上传了这个女生上传一张图片 一张照片 那么这里呢 她就变成了这个故事中的一个女主角 现在AI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 不到 没有做不到的 只有想不到 你想变成什么大片里面的一个主角 那这个都可以帮你实现 除此之外呢 这里还有啊 你可以输入 如果说你有一个现有的视频 可以看一下 你想更换这个现有的视频 那么可以通过你的编辑 来更改这个视频 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这个男生在跑 那你在里面加入一个 那么你在里面来 添加一点场景 那么这个男生呢 就拿着这个花在跑 通过现有的视频啊 把它改成 更加精确的一个视频啊 你就想要其他的一个效果 直接改提示词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小狗啊 刚开始他是没有穿衣服的 那这里呢 你把提示词添加进来 那他这里就给他穿上了衣服 下面呢 把这个狗的颜色也给他变了 背景场景呢 也是可以更改的 这里也是给企鹅穿上了衣服啊 非常的可爱 与此同时呢 他不仅有视频呢 并且他还有一个画面 还有一个声音 他能根据你视频的内容呢 自动配上逼真的一个音效和背景音乐 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看 这个小伙子正在这里 可以听到啊 他还会给你配音 这里可以看到还有一个企鹅 煽动翅膀啊 水的声音都有 我们看一下这个烟花爆了的一个声音 看一下 那这个是以往很多视频达不到的 他这个音效 小鱼儿使用过一些AI工具啊 他都是无法达到这个效果 他没有办法根据你的场景来给你配音 这里可以看到一个 一名男子啊 他呢 站在这个瀑布下 被雨水淋湿的场景 我们可以听一下他的声音看 听到有这里水声 这里一条蛇 听一下这个恐怖的气息也有了 那配上这样的一个音效的话 让人仿佛森林奇境一样啊 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非常的棒 那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来试用这样一个模型啊 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啊 大家可能都想自己去尝试一下 这里呢 可以点击这里一个试用 Mortal AI OK 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 我这里用到的呢 是一个沉浸式翻译 可以看到这里进来之后呢 在这里呢 先登录一下 那么这里呢 大家可以用你的 可以看到登录的时候呢 用你的Instagram 或者说Facebook来登录一下就可以 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 那么在2024年的今天呢 这些AI视频生成工具呢 是一个接着一个 一个比一个厉害 那这个呢 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一些担忧啊 担心呢 这些大量的一个创作者 使用AI视频编辑工具 对于创作来说呢 就会变得越来越简单啊 不管未来几年 长视频或者短视频呢 可能都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MofiGN呢 它最近呢 还没有开源 可能很多人呢 都在期待这个Modern 早日把这个模型 开源出来 这里呢 除了这款AI视频生成工具呢 那还有 还有这款啊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尝试过用过 这款呢 也叫FreeKiN 那它呢 也是通过一个提示呢 可以转成一个视频 这里我们可以点这里 一个免费开始 这里呢 你想想法变成视频 或者脚本变成视频 博客都可以 或者说呢 你直接创建个空的也可以 比如说这里一个提示 这我们输入我们的一个提示 那建议大家都可以用英文 英文的话 它会识别 生成出来的效果呢 会更好 这里直接点击下一步 这里选择一个长款笔 直接点击一个提交 那么这同样的提示呢 它还有另外一款工具 它呢 名字叫做 Invidio AI 那这款也是使用频率 比较高的一款 AI视频生成工具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 已经有 190个国家的人呢 在使用这个APP 它的分数呢 也是相当的高啊 4.8的一个 4.6 同样呢 它也是可以直接帮你的想法 变成一个视频 那这里呢 我们也一起来制作一个视频看一下 点击这里 试用 这里直接登录一下 用你的谷歌邮箱 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看 它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目前为止呢 它有v2.0 v2.0 v2.0是最新的模型 我们就用这个 同样的提示词 那这里呢 就是它迅速穿过空旷的走廊 雨水敲打着玻璃 外面狂风暴雨 街道空无一人 主角登上直升机 这里我给它改成一个蓝式 它登上直升机 伴随螺旋降旋转 直升机升空 还有俯视的一个效果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电影机的一个描述 我们这里把它复制一下 这里重新粘贴一下 那么什么都不用操作 直接点击这里生成视频 OK可以看到 它在自动的帮我们分析 那么这个InVideo AI呢 也是相当的火 这里呢 相关的一些链接呢 我都放在了下面的视频描述栏里 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操作 看看你更喜欢哪一款 AI视频生成工具 那这里呢 我们可能需要稍微的选一下 这里我们就直接点 它默认的就可以了 或者这一个电影爱好者 点一个继续 OK那这里它就开始 帮我们生成视频 这里大约等待个三到五分钟左右 这里它有一个进展 视频已准备就绪了 它在帮我们规划一个音乐 在寻找一个声音 这个全部都是 你不出镜 不露脸 不拍视频 AI直接一个想法 帮你生成视频 所有的图片 都是它来配 所有的场景这些 都会全部帮你生成好 正在帮我们合成一个语音看一下 OK这个视频差不多就已经搞定了 那这里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揭晓 我们看一下 FREAK 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这里直接点这里一个播放 你知道吗 暴风雨可以成为电影中最震撼的场景之一 让我们一起探索 这个令人难忘的画面 主角快步穿过空荡荡的走廊 雨点猛烈地敲打着玻璃 外面 暴风雨肆虐 街道空无一人 主角登上直升机 螺旋桨开始旋转 直升机缓缓升空 我看下方 整座城市逐渐陷入混乱 这个呢 是FREAK AI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总体来说呢 画面和配音呢 还是符合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一下 InVideo AI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Why do 90% of people bolt for safety when the storm hits Because sticking around isn't an option As the rain pelts the glass Our hero strides through the corridor Each step echoes urgency outside A storm rages like nature's wrath unleashed The streets Desserted a ghost town swallowed by chaos He reaches the helicopter The final hope The propellers spin to life slicing through the 那么看到这个位置 我发现InVideo呢 他的一个视频画面 会更匹配 并且呢 他是动态的 我们看到了 FREAK AI呢 他是有一个图片在 最开始是放的一个图片 那么这个从头到尾呢 都是一个视频 看一下 并且呢 自动帮我配了一个 英语在里面 Why do 90% of people bolt for safety when the storm hits 这全是动态的视频 根本没有图片 那么从场景的匹配来说呢 这个InVideo呢 他的效果呢 更佳 那因为有太多的一些 AI视频生成工具呢 导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 都不知道用哪一款AI工具来生成视频 那包括我刚才呢给大家看的这个新出来的这一个Matter的一个AI视频生成工具 那么这里呢还看不到它的收费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FREAKY和INVIDIA现在的一个收费情况 点击这里一个价格 那么INVIDIA呢 那么这里FREAKY呢 它也是有几个标准 一个标准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免费的一个标准的还有一个高级的 免费的呢 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多的功能 那这个标准的这个里面有一千多种逼真的一个声音 可以高清下载 那每月按联计费的话可以节约25% 它一个月呢是21刀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INVIDIA呢 这上面呢有个价格点开给大家看一下 那它同样也有一个免费的一个试用的 但这个试用的呢 它导出来是有带一个logo的 没有办法去除logo 那么它这个一个标准版本呢 是每月是20刀 每个月呢可以生成50分钟的一个AI视频 有100GP的一个储存空间 还有两个语音克隆 你可以使用你自己的一个声音来上传一个视频 OK那这个呢就是它两个的一个定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包括我们新出来的 那么这三款呢都是非常 小于儿个人认为 也是平时使用的比较多的 那这两款AI视频生成工具 大家喜欢哪一款呢 可以去看一下 那相关的一个下载链接呢 我都放在下面的描述栏里 那你更喜欢哪一款 AI视频生成工具呢 欢迎大家留言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